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著名歌手协星张魁的儿子张峰奇 随着爸爸的脚步进入演艺圈 演艺事业跨足音乐 戏剧跟综艺节目 受到不少粉丝欢迎 不过他最为人所知的 还是跟前女友小甜甜的感情 虽然现在各自都已经找到幸福 他也已经当爸爸了 但是当年不愉快的分手 还是让人记忆犹新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他曾经出家 后来在妈妈的好说歹说苦劝 才决定还足 当年出家的原因也曝光 让人看了很心疼 据中时新闻网报道 张峰奇因为富有音乐才华 爸妈发现后决定出资让他出道 二张唱片成绩也不错 后来演艺事业也很发达 更是迎娶女心理亮景 更成为人妇 可说是过着幸福的日子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小时候因为爸妈远赴新加坡投资生意 长期不在家把他丢给保姆 原本觉得已经安顿好儿子 殊不知他根本常常被吊起来教训 在心里留下不少阴影 据自由娱乐报道 张峰奇回忆当时 因为爸妈长期不在台湾 就把他送到保姆家照顾 除了爸爸常常因为工作忙碌基欠保姆费 惹得对方的老公不开心 如果看到张峰奇晚回家或是作怪 马上就会借故发挥 把他吊起来教训 张峰奇受不了儿打电话跟妈妈告状 结果魁嫂居然觉得是孩子调皮捣蛋 才会被惩罚而不以为意 直到回台湾后发现他郁郁寡欢 才发现事态不妙 送去佛学夏令营希望可以亲近一下 张峰奇参加佛学夏令营后发现 自己在那边过得轻松自在 后来也不想回来了 于是决定干脆出家 原本家人极力反对 但想到他心中的阴影可以因此才可以痊愈 也只好顺着儿子 直到后来发生921 很多学校跟寺庙都倒了 妈妈担心孩子会出事情 几乎每天都要儿子回来 张峰奇才答应还足 提到幼时经历 张峰奇表示自己其实已经不在意了 反而感谢比别人多了出家的经验 对很多事情比较能释怀 至于爸妈出2000万让他出专辑 也感谢说 现在演唱所有酬劳 都直接会入爸妈户头 我必须要回馈爸妈当初的恩情 那遇见一封 费有梦 传心 牧蚑鸚 都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 都不确定 所以